大家好 我是祥靈 那瘋狂機器3他在最近 應該說今天吧 他新增了這一個喔 他新增了多了這麼多的有十關喔 他多了十關在這裡 那他是所謂的恐怖驚悚物理表演喔 但他這怎麼恐怖一定都有限 但是我們先不去玩這個 我們現在呢是要先把 製多星這個先玩了對不對 一二三四五 總共五關而已 激光的怪事直接來看看 我相信只有五關的話 應該可以很快的就把它給玩完了吧 激光的怪事好了 終於我們來到未知的星球撞擊降落 我難道沒有告訴過你 自動降落可能不會像預想中那麼順利嗎 無論如何擊中激光接收器 使其再次向飛船供電 所以要擊中激光接收器 激光接收器在哪裡 是這個東西吧 我們要讓激光接到這裡來 那我們最一開始他這邊 似乎就已經搞定了一大堆的東西了是不是 我們這邊有新的東西了 激光傳感器 如果激光速擊中了他的檢測區 他能夠產生電能 先來看看好了 他會發生什麼事情 啊不對 所以要在這裡嗎 要在這裡嗎 他有產生了任何電能嗎 沒有他的激光好像從下面要來射上去了才對 那這邊想必說這邊有個空間 那絕對是要用來放他的吧 怎麼想都是這樣子 但是這裡就很奇怪 他光線到這裡來之後 什麼事情都沒有發生 啊我懂他的意思了 我把紅色的這一個呢 放在這邊漂浮著對不對 他的光線先從這邊過來之後呢 這個紅色的整體會啟動這一個 所以他在這裡面轉圈圈了有沒有 所以他再也不會有激光過來 因為他在這裡面轉圈圈了 然後呢就把這個光線呢 從這邊往上面導過來了 那麼接下來也許就是說 我們要讓這一個呢被啟動對不對 他如果被啟動了的話 這個綠色的就會被啟動 那光線就會像這樣子左右兩邊來 然後再來就是他啦 所以再來就是他把他放在這邊來一定就可以過關了 這個好像還蠻簡單的感覺 對畢竟是第一關嘛 畢竟是第一關 為什麼我馬上成就就解除了 哦這個是這個是那個新增的東西吧 他那個他那個成就亂給啊 他那個成就是給那個新增的地 那個新增的那些關卡的 食物來源我媽 難道不應該是你儲存糧食嗎 我好像餓了 我偶然發現附近有一些雞蛋 也許會是很好的食物來源 加上一點發光的蘑菇和野韭菜 把它放進飛船 發光的蘑菇能吃嗎 發光的蘑菇是這個東西嗎 還是發光的蘑菇有其他的 這邊有衡量摧毀了太空飛船裡的一個簡單的金屬糧在這裡 所以我們是要讓這個 這個東西可能會掉下去吧 果然沒有錯 所以我們要把這邊接起來就對了 接得上嗎 好了上面這邊還有一些奇怪的東西 這個東西叫做乘坐物 我看到好像是可以一直把 把東西 這個東西不要亂 這個東西先不要亂 所以他會一直把它往前推 然後最後他可能會被壓下去之類的 然後就會垮下來了 最後 他們都一起倒的下來了 那麼 這邊是有兩台像這樣子的車 那這個車我們應該要用來幹嘛呢 反正總而言之這邊的這個量 這邊這個東西我應該是要設法把它給頂起來的對不對 好吧我想這一關我在這邊摸索了這麼久 實在沒搞懂這邊要怎麼讓他成功的搞上去 於是我思考到也許是像這樣子吧 他們會把它頂起來 那他就會把中間那邊給撐住了 然後就可以過關了 沒有錯果然是這樣子就過關了 因為他只要 只要幫這兩個撞擊到之後呢 能夠讓這兩根立起來 不然的話其實 橫著擺啊 你不管擺哪裡 在這邊的話你會發現一個最大的問題就是 這一個也永遠沒有辦法跨過他對不對 然後兩根的話你絕對撐不過去的 所以要有 一根的話是撐不過去的 所以要有兩根在這裡 那這邊要利用他前面的這個形狀 所以把這邊都撐起來了 撐起來之後就可以過關了 那這邊有一個 小木箱就沒看懂他到底要來幹嘛了 因為他剛剛那樣就可以撐過去了 這小木箱可能也是擋在中間這邊的 讓這兩根剛剛好就可以立在這裡跟這裡吧 應該是這樣子喔 可是看起來又好像不是 那沒關係 總而言之 總而言之 喔對對對對對 是這個樣子的沒有錯 是這個樣子的沒有錯 他可以剛好呢 就把他給立在這邊了 所以這才是這一關所有物件的用法 哇 哇 然後再來是媽媽 難道我們做了這個美味的蛋包飯 惹惹了這位外星媽媽 我們最好趕走他 你讓我趕走嗎 難道不是你管理武器的嗎 你最好祈禱那個爆炸的氣球能夠下走他 所以我們要讓這個氣球爆炸 那這邊有個東西 欸不對 欸是這顆球等一下我先看一下動起來會怎麼樣 這個東西突然動起來是怎樣 所以他就是真正的媽媽了對不對 我們要讓這個東西爆炸就對了 怎樣 那個東西到底是什麼東東 我們要把它下走 所以他是要來弄這一顆蛋的 好 我們有更多更多的物件準備來使用 這邊有球會先掉下來 所以這個東西接得住球嗎 哇 這東西看起來好大啊 這一瞬間 這東西怎麼看起來這麼大一個呢 哈哈 嚇死誰啊 那麼這邊的話 我看球 對從這邊接過來的話 就可以讓球從外面過去了 那球從外面過去看是要幹嘛的 我們這邊還有 到底有多少東西要用啊 好吧 稍微調整一下之後呢 我相信他可能是要放在這邊的吧 這樣他一開始就得去按這個按鈕 我覺得是要讓他去按這個按鈕 讓這個發光 那這個東西發光之後呢 就是要由他來接收他的光源的吧 肯定是這樣子的 所以要有某個電源 但是他的發光範圍到底是可以到哪裡呢 這點是不太確定的 這邊可以確定是他接不上 那在這邊的話他是可以接得上的 可是這個東西本身就有出問題了 這個東西到底要在哪裡才接收得到他的光源呢 這是一個很好的問題 好了後面呢 我在改造成了這個樣子 這個籃球呢 掉下來之後呢 會按到這個按鈕 發光之後呢 會把電送來給他 那這個東西是我們自己可以亂擺的 那這是一個發射器對不對 發射器到這邊來接上之後 會讓重力往上 所以這個球就會往上了對不對 重力往上之後 這個重力既然往上了之後 這個也會飛過來這邊按到這個按鈕 那會啟動這個橘色的發射器 橘色的發射器就會接到這裡來 這邊就會發動 所以重力呢又會再一次的往下 那這個球呢就會按到這個東西啊 這就是我目前的想法啦 那我們來看看怎麼樣吧 我們成功的把他給嚇走了 我們成功了 我們成功的把他給嚇走了 然後我們還有 我們又是有著一堆奇奇怪怪的東西 沒有得使用的就對了 這個東西是不是 是不是他原本應該是要讓我們這個東西 會打到這個對不對 我們原本來說應該是要啟動這裡的東西了 然而 然而這些東西我們都不用做啦 對不對原本可能還要去安排這個東西 然後讓這個東西往上面打 這個東西往上面打 還有這個齒輪對不對 可能是一開始可能是要我們安排一些 在這方面的東西 結果居然都不用了 哈哈 我們下一關吧 現在好像是說 後面的物件越來越多 所以他關卡的設計上面 可以就變成說我們好像可以偷的地方 就好像也會變得越來越多啦 關卡設計真的很不容易啊 幫幫我 唉呦 似乎外星媽媽比預想中還要生氣 把通信設備給我 我能幫忙 不對啊 我沒有通信設備 難道不是你收著的嗎 也許我們尋求幫助 最後的辦法 就是把那個無人機發送出去 給無人基地供電 無人機的基地供電 我們先看一下好了 會發生什麼事情 什麼東西會掉下來這樣子 塑料球這是幹什麼的 嘿咿咿咿咿咿咿 全部掉下來 哈哈 這邊有個板 這個板應該是用來接他的 哈哈哈哈 怎麼想都是來接他 只是接下來是要幹嘛就對了 這邊有產輪 這邊還有吹風機 以固定他是固定的 這個產輪也是固定的喔 所以我們可能是要讓這個產輪要幹嘛呢 我們先看一下好了 我們最後的是要動這個東西對不對 讓下來打到 然後讓這邊發動就對了 這邊發動之後會發生什麼事情呢 反正就是先把這個球拿來這邊吧 那他應該就可以發動了吧 好他會開始轉了 那他是要去吹什麼鬼東西啊 他會吹什麼鬼東西 這邊有一個吹風機在這裡 他是往下吹的東西 那這邊還有光會從這邊這樣子來是不是 我們有沒有什麼其他 我們本身就有電池放在這邊了 可以用的 所以電池在這邊我們先放一下看看好了 這邊就會有一個激光這樣子發射上去 好了各位這一關我又發現了 好像我們只需要控制這邊球的量就行了 他會把那邊的球擠過來 然後我們就可以發動到他了對不對 所以也許我們不需要這麼多顆球去擠他 我們就把他稍微往右邊擺一點 有些球就會被弄到旁邊去 哇這邊怎麼會變這樣子 這是怎樣 他怎麼會把他給彈開的啊 這有問題啊這個 他怎麼會把他給擠開的啊 整體就有問題啊 那不過這裡的話呢 其實我們稍微把電池的位置稍微改一下 應該也是可以達到我們的目標的 可以的成功啦 目標達成 所以我們我們該控制的東西就是球的對不對 球就是在這邊然後有多少球可以拿過來 其他的全部都是假的 其他全部都是假的 我們只需要把這個木板給放過來 把這個木板放過來 然後這個球呢控制一下 那個可以 呃掉下來壓過來的量 我們這一關就可以過關了 就像這樣他有電池的位置稍微注意一下 其他前面的全部都是假的這樣子 哈哈哈哈 好下一關 逃跑 我真是聰明我們差不多獲救了 我用其他設備和物品製作了一個火箭 有一個問題 你必須要開開關關電源五次 所有的火箭引擎才能啟動 不要問我為什麼 所以我們要開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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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總共要五次就對了 這是什麼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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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場閃電機器 在一定範圍內對某些部件施加力 施加電力吧 在一定範圍內 所以他可以幹嘛 他到底是 我這個根本沒接電啊 我們要接的是他這個電接上去 然後要讓這個東西啟動 先啟動然後關啟動再關啟動再關 哇 這邊要做的事情好多啊 這邊有一個球在這裡 是用各製造的 好吧明顯能達到這個目標一定是激光吧 就是讓光一下子可以進來一下又不能進來 一下又能進來一下又不能進來 這邊有一個激光 激光這邊本身也是要供電的 那麼這個激光的話 他本身要供電的話 那當然是要給電池給他啦 電池給他這個大概就接上去 那麼在這裡就是 設法讓激光反彈過去給他 這樣子 好 所以他開始動了之後呢 我們要讓他動一次 然後再停一次 動一次再停一次這樣子 是不是 這個東西好酷啊 這個東西好酷啊真的 大家看這邊 大家看這邊 我先試一下 原來他是像這樣子 讓他提供一個像這邊的力量對不對 那如果說這兩個東西都擺在一起的話 會發生什麼事情 這個球會怎麼樣 到那邊又再被推回來 到這邊又再推過去 所以他會一直這樣來來回回移動 我們是不是就是要用這個來來回回移動 造成他的開關五次呢 我覺得應該是這樣子的喔 好所以這邊可能要控制的非常的巧妙吧 不過呢 應該也不是太困難喔 我們在這邊就只要呢 讓這個光束呢 這中間要留一個空隙在喔 這邊要放大 中間這邊要留一個空隙在 剛好可以讓這條光束過去喔 那麼這顆球的話呢 一下就會過來一下就會過去這樣子喔 所以 所以說 這個會遮蔽 OK OK 跟我想的果然一模一樣喔 這樣子就可以成功啦 成功了成功了成功了 於是他終於發射出去了 所以 其實這一關我個人覺得呢 也還蠻簡單的喔 不過就是會有這兩個東西在 還蠻酷炫的這樣子啊 那麼這一大關看來 我們也已經過了對吧 對 製多星這一關我們也過了 再來就是天才啊 下一關我們就已經到了天才等級啦 那我們就下一回再見囉 大家掰掰